而且也可以修飾身型 然後去凸顯出這個袖子立材的做法 很有味道耶 超有滑的 很公平耶 對有對 因為有袖子的關係 如果你想要聰明穿這個長板機的話 也可以用這樣的方法 所以每個人都可以穿這樣子嗎 尤其是這種棉質加蕾絲 其實每一種人都可以穿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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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胸部很大 就比較不建議 因為如果胸部很大 會就是撐開來 那個蕾絲的形狀會太明顯 我覺得比較不好看 橄欖球員呢 橄欖球員呢 因為我覺得他好光喔 橄欖球員是不是 你很難可以講喔 我還好啦 難得習慣啦 常常在打橄欖球都這樣 對 對 好一軒 來一軒的話 我也是先 很少趕露哥本 掌握的就是 今年春夏一定要有的裸色系 一樣是真姿的 我能扳這種色調嗎 可以 為什麼可以 因為你看下擺它很多不規則 所以它讓你的整個 我剛剛就一直踢上下擺 去做一點點變化 然後呢 裡面我很心機的搭的是 有金蔥的背心 為什麼 因為一般真姿又裸色 其實會讓人家感覺比較優雅 然後比較有距離感 搭的金蔥就會平衡回來 就是比較潮流一點 可是如果你想要戴修飾身型 然後看起來更有型的話 我會再加一個短板的外套 有了有了有感覺 而且我家短板外套一樣 還是有點同色系的做法 因為你如果是黑的或紅的 就太笑 對逸軒來講 如果說你跟逸軒一樣就是 來 對 如果說你有這些症狀的話 盡量用同色系 就不要再用對比的顏色 不要跳喔 對 不要跳太大 好妙喔 對 所以這樣子我覺得就是 第一呢它的這個長板 因為它已經本身有一些造型 你就可以少掉用很多配件 或者是要去想東想西 所以你說越簡單越好就是 太大 那下半身你不是說都要穿同系列嗎 可是下半身它讓它同個顏色去做延伸 所以下半身要一個顏色 上半身要一個顏色 那如果我又穿咖啡的內搭 然後講咖啡學咧 你就變你一顆素 我們節目不是一直都想 穿同色系是很土的一件事嗎 是全身都同顏色 所以上半身還是不能夠 對對對 可是它這樣算一身全身啊 可是它是有無色彩 它是一個色區塊 跟同一個顏色是不一樣的 所以 所以無色彩是一個區塊 好難喔 然後像它就是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大地色 一個是黑色 一個是黑色 明白了 明白了 好 蠻蠻 它的問題就是嬌小 那我怎麼樣把嬌小 穿長板踢看起來會更高挑 更用力 對 所以我讓蠻蠻穿的長板踢 第一個 它長度不能太長 因為蠻蠻本身 我讓它有一點點小小性感的感覺 所以我讓它的這個感覺 大概到這個位置 那我剛剛 我剛剛雖然有講 就是說你的長度不能一舉起來 看到胯下 但基本上呢 如果你把它當洋裝的時候 就沒有關係 比方說 蠻蠻因為嬌小 所以我給它一個比較粗的腰封 然後這個本身它是針織的 為什麼選針織的長板踢呢 因為針織的它有膨脹的效果 會讓蠻蠻看起來更 不會那麼樣的瘦小 對 而且如果你在 把一個腰封束上來的時候 它本身整個身形就會 原本長板踢是一個I-line 會變成A-line的感覺 下面就像一個裙子 所以其實這樣單穿的時候 它就已經很有這個洋裝的效果 那再加上它的帽子呢 就是當然因為嬌小嘛 我讓它帽子再整個膨脹一點點 然後今天早晨 所以又齊老師 反之就是說 如果我們是很高壯的人 就不能都這樣穿囉 對 其實比較高壯一點 像剛剛文惠進來的時候 他穿一個灰色針織的長板T 其實基本上 雖然那個灰色是比較低調 但是因為它有膨脹的效果 那文惠太高了 所以看起來其實會有一點點壓迫感 比方說 很多人我們都看到 哇 它這樣穿好可愛 好流行 很好看 然後大家都一跳都這樣穿 對啊 我們都分型的人是不可以想穿 其實如果說 稍微比較豐滿一點的人 我比較不建議太多 因為那顆愛心 就會瘋更鋒 對 而且這裡的parton 它要注意喔 它像跟內大褲的概念一樣 如果你本身是很豐滿的 千萬不要選一個 它的parton 它的圖騰是非常明顯的 等下被撐開來的時候 它整個是變形的狀況 對 但實際上 如果你不要讓裡面當 你讓裡面還是恢復到一個長板機的話 那你就是搭外罩的 怎麼樣搭外罩的呢 理方說 瑪莉你先把這個脫下來 我們選一個罩栽 可以嗎 可以 好看喔 好看喔 雖然是抱穩 但是因為是雪綁紗 所以看起來沒有那麼的高調 看起來稍微再低調一點點 那你很簡單 你在前面一樣 把一個小小的蝴蝶結 灰色配這個 所謂的土色 大地色系 所以是今年春天 沒有那麼高調的時候的感覺 那當然你也可以讓它整個扣起來 像我們這種比較大 大張 大張 大隻的應該就不太穿了 稍微大一點的人 大隻的老師都有交代過 不要穿動物圖騰 不要穿動物圖騰 蛤 大隻的就跟動物圖騰 沒有如果硬要看的話 你裡面穿深色的被子 就是把身體說小 硬要的話 我教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說你身體比較嬌小的人 比較矮小的人 其實你在穿這種 把它當洋裝 它滿屁放在裡面 做穿搭的時候 你可以搭比較粗的腰風 你剛剛更粗 你剛剛更粗一點點的腰風 那還太瘦了 腰太瘦了 麻衣太瘦了 但是基本上呢 你選一個腰風 讓它在腰部 稍微上面一點點的位置 看起來雖然嬌小 但實際上 單看麻衣的時候 會覺得它腿非常的長 有沒有 看起來就會比較高跳 真的耶 可是反過來 我們看文慧 我剛剛也給它換了一套 如果是文慧的話 我就不建議它穿比較寬版的腰帶 因為看起來會更是有壓迫感 我一直強調這個觀念 就是嬌小的跟比較高個兒的 那文慧高個兒 所以我給它一個細的腰帶 而且比較Rub 比較輕鬆一點的穿著 我就直接套在外面 我不要整個扣起來 所以基本上兩個碰料不同的時候 身高的位置也會不一樣 OK 真的耶 還有一個流行的元素呢 在外套上面 那就是軍外套 對 對 而且男生女生都流行 都流行 那我們來看看 自己去挑 小容你先挑 適合你自己的軍外套 而且這個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我還蠻喜歡軍外套 加那個毛 這個皮毛的樣子 會讓自己看起來 就是再更有型一點 或者是你任何搭法的話 其實都可以 這個會比較有多層次的搭法 所以我選這一點 第三者 我剛剛已經大概看了一下 我覺得 我個人比較快 然後 摸一下 好這個 我就是要選那種 很硬挺型的外套 這樣就可以壓住我的肩膀